如果我们的家人不愿意改变, 我们怎样不被他们影响, 我们能够有神从神来的平安喜乐。 这个就需要我们真的珍惜我们的生命, 我们的生命很宝贵, 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, 我能够祝福很多人, 我的平安可以影响很多人, 我自己也活得开心, 每个家庭都有困难。 但如果基督徒都是被这些困难抓住的话, 我们就没有力量, 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发挥。 所以我们放下各样禅类我们的罪和凡。 这些应当一无挂虑, 就是说神照顾我, 我就亲近神, 我就有平安, 有力量, 我珍惜我的生命。 你想一想, 如果我来到你这里, 我就很不耐烦, 你们不能学习, 学不到, 做不到, 如果这样说的话, 你们就会说, 你也不烦了, 你怎样帮着我们呢? 但你看到你们有些时候, 没有专心, 没有投入, 我也是用游和的方法去告诉你们, 我不会用任何强迫的方法, 都是用游和的方法。 我心里面, 我不会背负你们的担子的, 我去任何地方, 我见过很多困难的人, 有些人我帮助他们很大的改变, 有些人很痛苦, 然后我祷告, 辅导, 整个人改变, 但两三天之后, 他就告诉我, 我现在又回复以前的情况了, 我现在又很痛苦了, 怎么办呢?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? 我还是不被他影响, 这是他的问题, 不是我的问题, 我还是引导他, 帮助他, 这个还是, 我里面的平安, 不会被任何人影响, 这是因为, 我不是要负责任何人的担子, 我会帮助, 我会帮助你们, 但有人不听神的话, 我不是要背负这个担子, 我就不会有重担, 所以这个小组, 刚才他说到这个困难, 在小组中, 很容易就自己有情绪了, 这个很难了, 就很容易用责备的方法, 这个改变非常重要, 为什么呢? 在小组中, 是比较个人性的, 例如现在一个小组, 如果我在这个情况, 例如这是一个人, 用过这个胡须, 现在这个只是一张椅子, 我代表这个人, 我就说,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?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做什么? 他以后想不想来? 因为他在所有人面前被责备, 他就觉得没有面子了, 他不觉得被建立, 他就觉得很困难, 我做不到你做的, 要我做的, 我做不到, 我就走了, 其实这个不单是这样, 就是在家庭啊, 在所有情况, 就是在家库也是一样, 长期的负面, 很多人会忍受, 忍受, 在家庭中会忍受, 但这个关系就不好, 关系就痛苦了, 关系就不开心了, 所以如果想有一个, 有力量的家庭, 开心的家庭的话, 就需要常常未受话之前想一想, 我用什么方法去与他沟通, 什么方法去引导, 这个是在小组, 在小组里面有四点, 这个四个过程, 第一个小过程是游戏或者是活动, 在成年人来说可以去活动, 但当然这个看不同的教会, 有些教会没有这些活动, 例如他们会怎么样了, 成年人可以一起做一些食物, 一种活动, 但这个需要太长时间了, 可能做一些小东西啊, 手工啊, 游戏啊, 简单, 但这个必定有的, 有些情况没有的, 我在我的教会也没有,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, 这个也需要很多时间去预备, 第二个部分是敬拜, 第三个部分是, 就是话语, 神的话语, 这个如果西班小组的教会, 讲到的内容会适合在小组使用的, 不会用一些太深奥, 不与生活没有关系的信息, 就是说这些信息都能够讨论, 应用出来的, 然后就会有讨论问题给这个组长, 他们就应用出来, 这个如果去用这个方法有小组, 如果不是的话, 如果这个讲到去好像很深奥, 人都不太明白的, 就需要有另外的主题, 然后另外的讨论的问题, 应用出来,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经文, 然后有讨论的问题, 怎样应用出来, 有很多生活性的, 怎样, 当然小组不一定是生活性的, 可以有很多是怎样建立与神的关系, 怎样传福音, 这些都可以的, 但必定有很多是生活性的, 因为在小组的时候, 人会说出他们的情况, 然后我们就回应他们的情况, 帮助他们, 然后第四个部分是, 实际上就是, 就会我们怎样去应用这些教导, 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, 去传福音, 建立人的灵命, 邀请人来小组, 但有些小组是这样的, 他们会到某一个时候才邀请人进来, 但有些小组容许人什么时候都进来, 都可以进来, 都有不同的方法, 很重要是小组必定有伟生的组员, 有伟生的组员, 另外有一些比较新的组员, 伟生的组员什么意思呢? 如果一个组长带领所有都是新人的话, 这些新人不会帮助他的, 这些新人都令这个小组很困难, 有些时候, 他需要起码有一个两个去帮助他的, 怎样帮助呢? 第一, 有讨论的时候, 他们这两个就开始出声, 其他就跟着出声, 而且他会帮助这个组长, 不一定代表他会, 不是说他会指责这些做得不好的组员, 而是说他会引导其他人回到这个主题, 也会讲出这个主题的帮助, 例如我用一个例子, 耶稣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, 处理我们的情绪, 如果这个主题, 但有些人就说, 没有用了, 做不到了, 但这两个核心的组员就会帮助这个主题, 就会说, 我自己曾经有情绪, 但我祷告之后, 情绪就进步了, 改善了, 我也学怎样处理我的情绪, 就改善了, 这两个人帮助这个组长, 就更容易运作, 如果整个小组都是新人的话, 如果你一个人带领, 所有都是新人的话, 就很困难的, 但如果带领一两个就没有问题, 但多的话就有问题, 在你们的情况, 可以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成年人帮助他, 但这个成年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, 不能, 这个成年人总是他说话, 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组长, 这个成年人坐在那里, 就是以这种的帮助, 好像组员不是带领, 必定是你带领, 必定是年轻人带领, 这个年龄的带领, 有些时候会有些小组是这样的, 有些是, 例如是少年人, 年轻人, 有职业的年轻人, 有结婚的, 结婚的夫妻的小组, 有不同的, 有些是, 有些教会是有单身的, 单身的小组, 但这个看你们的情况, 有什么人, 可能没有选择的时候, 你就什么人都要接受, 但通常来说, 成年人的小组, 青少年比较不太愿意参加, 这个通常的情况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